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新闻 前乔委会委员长吴英义率团前往中国拜会 并且提及统一问题 团员中还包括现任乔务委员 乔委会今天宣布 以后乔委会正副首长谢职之后 管制年限将有一年延长为三年 而且塑及既往 民进党立委揭露 请乔委会委员长吴英义 在五月份率团前往中国 参访团团长是现任乔务委员王维 其他团员还包括乔务委员周贤梦 与九名乔务荣誉职务委员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上午证实 却有此事 并表示在事前曾劝阻 根据民进党立委提供的资料 参访团在与中方会面时 曾提及涉及两岸主权议题 乔委会表示 如果属实 以违反乔委会规范 根据民进党立委提供的资料 参访团在与中方会面时 曾提及涉及两岸主权议题 乔委会表示 如果属实 以违反乔委会规范 根据职责 荣誉委员是否试任 由乔委会定夺 但现任委员的去留 必须由总统决定 乔委会表示 如果以前委员长陈士奎为例 如果要去中国大陆 就要向乔委会报备 并报请行政院许可 乔委会强调 乔民以荣誉头衔 公然接受中国旅游招待 十分不妥 不会予以姑息 将在两周内完成调查 并将调查结果 呈报给总统府 好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台湾这个公事的新闻 那公事其实是 有很大的政府的色彩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 现在台湾的公事的口径 在民进党执政以后 好像口径也不太一样 不过我们今天在现场 有这次参加 休斯顿的团员 我们中国国民党的 海外党代表陈幻哲 幻哲兄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立法委员 乔委会的声明 以及王维团长的立场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我是 能够直接来在这里 跟大家报告 就有关于就是说 这个乔委会讲说 以这个乔务荣誉指 用这种头衔 去跟对方来 对岸来谈 来做 我每一个行程 我都跟上 我就是亲耳听到 我们这次出去参访 绝对没有用 就是说 我是因为 我是什么样的头衔 我是什么样的荣誉指 今天像我们的拜会这些单位的时候 这个王维 这个会长 就是说 跟主人介绍 这位是 休斯顿的 赛里营辖会长 这位分会会长 这位是 纽约分会会长 就是这样 没有一个特别介绍 说 这是我们的 这个大佬 这个乔务委员长 好 过去来怎么样 这个分量很重 怎么样 没有这种事情 我觉得 在 对方在讲说 在谈统一 讲到实现统一 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他们 自己内部 本来都应该这样子 那王维 他也是这样 不憑不坑 他也是这样来回答 也是从来没有说 这个腰挺不直 这个嘴巴 我这里有一本 你们这次参访团的名录 那所有的这个名单里头 我相信这个名录 是发给两岸参访 受访的对象都有 那这个里头 我看到我们休斯顿 有三位 当然其中有一位 是这个荣誉纪人员 但是像 焕哲兄你的 这个直贤 就是休斯顿分会的 全美执行秘书 那另外一位呢 是休斯顿分会 第三十四届的全美会长 那同时我们有一位 这个乔务的促进委员 是 是目前的休斯顿分会会长 所以整个的这个名单看起来 整个这个名单看起来 基本上全部都是用会长的头选 那我想这个 是不是 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整个的这个报导 包括新闻报导 包括媒体的报导 对你们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当于在打就是这个跟巴拉玛断交之后 就是有人好像要来把这个全国老百姓针对于这个民进党的所做的事情 这个断交的这个这个这个应该要负起责任怎么样来做一个把这个风向把这个矛头啊转到别的地方去才会这样子对我觉得因为这个新闻一开始我就有关注 台湾的一开始的这个政论节目他是讲说我们现在在跟巴拉玛断交的时候你跑去访路后来他们发现时间不对 你们去的时间巴拉玛还没有断交所以后来才改变了口径说变成是说没有加入WHA 但是观哲兄你们在筹备这个组团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 OK这个是这样啊 这件事情啊 在于去年我到波士顿去参加这个全美人年会的时候我就听说他们准备要召开这个会议来决定是否在两岸来参访 然后最早的时间本来是要定在四月中四月份的时候到两岸来参访 但是啊就我所知道乔委会啊先是就是不置可否然后再来就是不搭不理到最后OK我们时间已经就是说已经就是说这个时间一定要赶快确定了 所以说不然的话往下形成所以说我们只能就是说定在五月二十到台湾南参议 所以事实上从去年就已经开始筹划那后来因故就是不断拖延 所以所以五月份成型其实是是被拖延的 对而且这个立法委员就是说乔委会付给那两位乔委员返国参加这个乔务会议的这个机票 然后贴补他们到中国大陆去参访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污蔑 所以你们这一团从头到尾并没有接受到任何的补助吗 我们没有啊到台湾我们是吃自己的 但是他们你这个时候说 我是觉得说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已经在把这个民进党 把这个以前分的柴桥这个新桥 讲说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全国全世界四千万这个桥包他们受不起 他今天已经慢慢让这个中华民国 让这些老桥对中华民国的向心力已经日渐日远的时候 你今天还来再打击全美全算是我相信我们这个算是组织算是蛮大的 还来继续打击这个分化所谓的这个台桥 我觉得是非常我们看一下这个请导播放出来这一次这个参访团的一个全部的行程好不好 我们今天也在节目里头公开了 我们看一下其实之前前面的三天基本上是在台湾的行程嘛 那后来其实跟这个立委其他其实很多是几乎是观光旅游的行程啊 我想就是说引起争议的这一部分应该是在5月24号的时候 就是参访了这个所谓的乔办 所谓的国台办这些单位的时候才会引起这些的这些的纷争嘛 来 马建 你经常的跟在大陆美国这边往返 那你在这边也算虽然没有乔入容易之 可是你在这边也是算是乔治相当有影响力的年轻人 你对这个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别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照成患者本身在修说服务乔治很多年 你刚一直讲说这个什么台联会什么是清兰啊 或者别的组织清律 我觉得这是非常无畏的这个说法 你爱不爱台湾 你对家常有没有关心 不管你 因为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你身为一个乔民 我们有选择政治倾向 但是你支持台湾 这个关心这个家常是没有分这个政治色彩的 那乔委会这样子做 我能了解乔委会的处境至少 因为陈万泽是有在服务乔社 他去不去这个是这个全美台联会决定的 对不对 他这次去 如果中国大陆如果有侨民 有侨委会请他们到台湾去参访 这是促进两岸这个交流 这也是一种统战的一种方式 反过来 对不对 我们应该说宣扬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 对不对 那问题在这就在这里 现在变成一个什么是都政治化了 要转移这个焦点 台八断交 或是不能加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转移焦点来把炮火轰到这边 但是台联会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乔社更运多年 但是同样的 我能承认 就是如果你身有这个乔务的荣誉值 按照现在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生态 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 氛围 如果说乔委会已经告诉你不要去 乔委会 你要么你就不要拿这个荣誉值 你可以去 是 你既然拿这个荣誉值 你既然要拿喝台湾的奶水 那你只要尊重中华民国台湾常委会 从天山的规矩 所以你认为说 要不然你干脆把乔务荣誉值 持掉算了 你要去那些持掉 那这个建兵兄 你什么看法 我刚刚听到这个 这个王维 这个算是总会长 还有焦哲兄 还有马建长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是说 到底这个乔务荣誉值 包括乔务委员 他们适不适宜去中国参访 而且是在这个 在这个乔委会 有跟他们 提面命 就是并不是很赞成他们 这样子 就刚才我回应马建 他刚才的讲法 我就很上次赞同 因为我觉得 政治也不外乎是人情义理 你今天假设说 是一个国家 也算是曾经给你 有这样的荣誉 现在上面 他觉得你不妥 不方便去 你现在执意要去 除非你有一个 真的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 那我刚才听到 这个王维会长 他整个在讲的过程中 其实我是倒是有点错愕 因为呢 整个来讲的话 他刚刚在提到 他在中国的行程的时候 他是说他们去参 他们去参观 当年的国民政府 巴拉巴拉巴 他也就表示说 在中国 他是不敢讲中华民国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 事实上他这个 这个组织 他的宗旨里面 很重要一个就是 支持中华民国 我想今天 以他们这个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 他们的宗旨来看 他们今天参访中国 基本上本身 跟他们的这个宗旨 本身就不是太大的关联了 因为你我念一下 他们的宗旨是 实时关心台湾 处处服务同乡 联络美国地区的台湾同乡 促进互助团结 并且加强提供 相亲之间各项服务 并争取华裔赞美权利 然后一方面促进美台经贸 文化交流 协助 侨无外交发展 支持中华民国 我觉得以这一点来看 我知道过去这个组织 也曾经做过很多的努力 包括TPP 更不用讲像 乔汉泽兄这样 我知道我个人心里 其实非常佩服他 他非常爱中华民国 他也为他曾经 就是带着国旗 他可以带着龙舟队 到这样的汉子 这样爱台湾爱中华民国 我是相当尊重 但他没有什么 乔务荣誉职 这件事情对我来看 我觉得对陈汉泽来讲 有点无望之灾 但是我是觉得有 我还是回应 马静刚才讲 身为乔务的荣誉职 包括乔务委员 你要是这件事情 你说你很 naive 你不知道觉得怎么风向变 我觉得你今天对方 虽然他没有在当地 特别讲出说 他是乔务的荣誉职 但是人家不知道 你这个背景吗 我相信任何一个 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 只要在所谓的桥界 露过一点脸的 在中国那边他都知道 我们是什么背景不是吗 那我觉得你要过去的话 心里就要有个准备 你现在不能说 被人家翻出来之后 现在说实在话 我觉得有一点倒打一耙 因为你今天能够去 人家还看得起你 不就是因为你有这个 乔务的荣誉职吗 不过是这样子 我觉得坦白说 现在大陆 中国大陆崛起 说老实话 参访蓝绿都有邀请 也不只是蓝营的人 蓝绿都有邀请 这个大家都不用避讳 那现在就是说 立法委员 坦白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 由立法委员来发动 我觉得这些立法委员 实在是闲得没事的 我觉得就是说你立法委员 现在台湾里头这么多事情 你好好去做立法委员就好了 那乔委会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完全是受到立法委员的这种压力 所以他必须要跟着起舞 不过我也要说了 说实在的 这个乔务 乔社的情况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乔务这件事情 绝对就像马建讲的 很多事情它没有难律的 比如说像台湾有水灾 有什么灾害 大家一起来支持台湾 这个没有难律的问题 比如说台湾的 这个中华民国总统 这个从陈水扁开始 到马英九 到吕秀莲 到马英九 到吴敦义 到这个蔡英文 都来过休斯顿 大家一起去接待他 这也没有难律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感觉上让人家有一个气氛 就是说 今天这个是民进党 你在台湾追杀国民党 追杀到海外来的一个戏码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这种东西 我觉得能免就免 我觉得没有必要说 在这种地方 就好像刚才万泽兄想的 你要转移国内的这种焦点 这几天 这个蔡英文总统的 这个民调掉到二十几拍而已 要转移这个焦点 我觉得也不需要找 这个侨胞来出气 那至于说 这个荣誉值人员 我觉得等一下 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这荣誉值人员制度 是不是有行资这么多年 大家是不是应该来改一改 我们广告休息一下